這樣可以取代雲段白板,不然的話 我要把這一串,寫在白板上面 恐怕還很難寫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參考這裡 再來如果我的需求這樣 也是一樣,我今天需要按按鈕 旁邊需要 在旁邊練習好了 我需要按個按鈕,它可以幫我產生,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VBA裡面,它沒有 像之前我們那個有一個TES的函數 在VBA裡面,它可以叫 用那個Format函數取代 不過呢,Dative函數很好用,可惜在VBA裡面 幾乎沒有一個 相對應的一個 函數可以去取代它 所以 假如說遇到這樣的狀況,那可是 我又很希望用Dative的方法 但是VBA沒有 那我有沒有方法 用什麼,用這個 它裡面的公式 我把結果放在這裡 如果用 第二種就是說,我不要用VBA 我們前面都是用VBA的函數來寫 那如果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 也是一樣下公式 但是我的公式結果是放在這裡的話 要怎麼做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 另外一個方 方法 來看一下 第一個 也是先產生一個 這個開發人員 一定要先叫出來 應該還記得在哪裡吧 上面有沒有 其他命令,你們應該有 還原 還原之後 開發人員就會不見了 所以你們一進來沒有開發人員 要把它叫出來 自訂工作區裡面 開發人員打勾按確定 這個就出來了 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開發人員就把它叫出來 再來的話 Visual Basic 那我要把它產生一個什麼呢 產生一個 這個 這個 假設我的副程式 產生一個副程式 那副程式呢 原來 也許沒有這個模組 記得要什麼 先插入一個模組 看一下是 不是這個 我這邊有完成檔 應該下面 下面這個是新的 好 那第一個 步驟一定是插入一個模組 下面有一個模組 然後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那Sub名稱我們叫H好了 假設我這個是一個 計算年紀的 OK 然後按確定 或者你打中文也可以 然後按確定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一樣要輸出什麼 範圍告訴他 我要輸出的範圍是第 25列 到第 29列 這個範圍呢 我先告訴你 你等一下幫我做 重複的動作 OK 25 For I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固定公式 For I 等於25 到 空一格 到29 有點像問答式的 這有點像 跟你 你的 算你的什麼 算 你的 server 你的 算 你的下屬 命令他幫你做事情 告訴他 這個重複 重複什麼東西呢 第二個就是輸出到哪裡 這個也可以當公式 輸出到 這一個 H欄 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 寫法上面前面講過太多 乾脆把它當公式 記下來就好 Sales 後面就加一個I 你也不用管它 因為它反覆 然後哪一個藍呢 H藍 就是輸出到哪一個藍 你稍微看一下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公式 那特別之外 那個公式部分的話 其實 就是 這一串東西 那我們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不要放太多 因為這一串這麼一長串放上去 很容易就 完蛋了 所以記得 我們先練習是只有 幾歲就好了 幾歲 如果幾歲出來之後 你後面要做的話 方法一樣 那幾歲的話 大概就是把它複製到 到歲這裡好了 C 特別注意 這邊要取消掉 把剛剛的東西 複製之後 我們就放在 這一個 雙引號裡面 那這個雙引號裡面要放什麼 實際上 請記住 一個 重點 就是 一定要 這邊 稅先不要加好了 到時候混淆 記得就是說 我們加上去之後 一定要等號 實際上 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是把 這個公式 塞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幫我打勾的意思 應該要 不知道各位 就是說 把這個公式 先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會自動 幫我在上面再打個勾 表示說什麼 它幫你執行出來 OK 所以 這樣可以 我們把它 執行 看看 給各位看 不過特別 還有一個重點 第二個是說 因為我要執行 所以執行的是一個字串 那丟過去一定是個等號 一定是等號開頭 所以記得 這邊一定要加等號 同學 想說這邊已經有等號 那後面要加等號 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塞給它一個公式的話 一定要加 等號 OK 然後 那如果另外 在這裡面呢 又多了雙銀號的話 該如何處理呢 特別重要 如果有雙銀號 記得你再包一個雙銀號 就是兩個雙銀號 這是一個規則 如果你 怎麼說 你如果本來 你沒有再加一個雙銀號的話 會跟外面的雙銀號 混淆了 會混淆了 所以這是一個規則 就是如果它看到兩個雙銀號 表示這公式的裡面的是一個雙銀號 它會把兩個雙銀號 放進去的時候變成一個雙銀號 這是一個規則 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數字 剛剛的是25 可是我這個是列的名稱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讓這個數字 不是只有25 你每次都25 那不對啊 如果你現在執行一下 就會怎麼樣 執行到這邊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執行起來 再一次 可以這個執行 執行 好執行結果 有沒有出來了 這個應該把它擺 擺這邊好了 讓它靠 左邊好了 有沒有 全部都41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i沒有處理 輸出的結果 全部都是這個公式嘛 對不對 一定都是什麼 b25 b25 所以它取得的一定都是 b25的年紀 也就是這裡 我必須把25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變數 那 怎麼樣改變數呢 跟前面的規則類似 先把它怎麼樣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那我要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就是 把25先選取 然後 加兩個雙銀號 一個雙銀號是 前面的後雙銀號 一個雙銀號是 後面的前雙銀號 再移到中間 ANDAND 這個跟剛剛類似 只是說在VBA裡面的AND要前後都要空白 所以再把它空白一下 然後把什麼呢 把i放進來 也就是說將來這個i的詞 它會動態給什麼 給這個公式裡面 放b25 b26 意思類推 所以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4133 28 沒錯 OK 所以做完之後 就可以得到 只有碎的部分 但是這個只有頭 後面要做完的話 很長一串 這個有點難度 不過我完成的畫面已經有放上去了 請看 下一個畫面 下一個畫面呢 就是我剛剛做的 這邊是Y 大起來小起來都可以 另外呢 我這邊多了一個叫做點FORMULA 這個點FORMULA就是後面這個公式 不過後來發現這個沒有加也沒關係 有加跟沒加都沒關係 然後範圍 OK 再來的話呢 如果完成會有這麼一場算 如果你要用VBA輸出完成的公式的話 請看 這是完成的結果 這樣子 I 放進去 END 稅 然後一個公式 YM 幾個月 又有幾天 不過這個難度 比較高 這個我看 你們至少做出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 我看行有餘力再做好了 我等一下也會秀一下 怎麼去完成這個動作 做完之後的話 也可以 把完成的部分做成VBA 可是跟前面最大的不同就是 後面放的不是一個VBA的函數 而是放的是Excel裡面的函數 也就是我今天丟的話 不是 執行完的結果 而是先丟到資料編輯列 他幫我執行Excel裡面的函數 特別說這個比較不一樣 函數是指的是Excel的函數 不是VBA的函數 OK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插入一個 H 加S好了 For I 等於25到29 輸出到哪一欄 H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